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是7月30日ICT中五級的網上上課 講講Encryption 剛剛有份檔案在WhatsApp群組可以下載下來 裡面有五條題目,大家已經打開了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討論 第一條題目的時候,David發了一個加密的檔案 說明加密了,他也很聰明,加密了檔案寄給Mary 然後用第二封的電郵,把這個加密的key都寄給Mary 究竟這個方法不安全呢? 請你解釋你的建議和答案 我們現在有少少的討論時間 我們請第一位同學發言 我認為不安全 因為他雖然將一個檔案加密了 但是他的電郵是沒有加密 所以客戶仍然可以在電郵獲取的藥士 你意思就是說這個是不安全的方法 因為那個客戶是能夠… 截取到那一封電郵 然後拿到那個公開藥士 好,有沒有同學要補充呢? 鄧導賢,可否邀請一位同學去補充回應呢? 喂? 我覺得可以找陳柏鋒 陳柏鋒嗎?那是陳柏鋒吧 好,陳柏鋒請你,胡英 陳柏鋒 我覺得他大概都說了所有內容 我不覺得有任何補充 好的 好了,這一節少少的討論時間夠了 鄧導賢已經表達得很清楚 意思就是說,黑客戶如果有能力 是可以折擊到第一封電郵的話 他亦都有能力折擊到第二封電郵 於是在第二封電郵那裡 能夠獲取到這個public key 然後用這個public key 去補充第一封電郵裡面的內容 於是David所謂寄出去的加密了檔案 其實都是不堪一擊了 當然,如果這個黑客戶連第一封電郵 第二封電郵都不能夠折擊的話 這個方法就是有效 在以前我們作答這個簡單的題目的時候 如果你讓我選擇 我會用剛才鄧導賢所提供的方法來作答 這個一定是能夠得到分 好了,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會發現你們用的Gmail 用Yahoo裡面的Mail 它本身傳輸的過程裡面 都是用了HTTPs的 即是說,就算你沒有把電郵加密 你用一個Wagmail的方法 來傳輸的時候 它都是會有加密的 那究竟這個直接在電郵裡面 去計算一些 sensitive 的資料 是否安全呢? 於是這個故事就不會像現在這條題目說的那麼簡單 基本上,一般情況下 如果你坐在一個 譬如是咖啡店上高 收到一封的電郵 因為它是用HTTPs 的方法 傳輸過去你的手機 或者是手提電話那裡 在整個過程裡面 監視器都是用這個Digital Certificate 提供的Public Key 去進行監視器 這個Client和伺服器之間 建立了一個Session 一個連線,一個Connection 所以就算那個電郵裡面內容 你自己本人沒有做到加密的過程 其實HTTPs 都是加密送過來 中間自己做都是看不明白的 但是這樣有沒有漏洞呢? 始終最後都是會有漏洞的 原因是或者你的電郵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有了你這個電郵的登入方法 或者密碼看見封信的內容 於是他都會知道了一個Key 所以都會知道了那個檔案 所以怎麼說呢? 即是說故事在現在裡面是複雜了的 當然我們不要想到這麼複雜了 我們想回普通的DSE題目的話 第一條這裡 記住就是要答不安全的 好了,第二條 第二條 建議一樣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256bit AES Encryption USB 手指 它會安全過120bit 還有 suggest measure 一個措施去保障你 存在這個手指裡面的數據 被人暴力爆破 blue force attack blue force attack 什麼是暴力爆破呢? 我舉一個例子 這裡我們就需要開個計算機 我們大家一起在你的電腦裡開個計算機 好嗎? 開個計算機 好了 大家開了計算機 跟我一起按一次 我怎樣做法 你又怎樣做 因為考的時候 有些計算的過程裡面 希望你能夠明白的 阿Sir 我的密碼是由 英文字母大家組成的 由三個英文字母大家組成 那麼一個digit 一個letter 有26個可能性 你就由三個letter組成 第一個有26 第二個有26 第三個都有26 所以你加上三個letter 你就有17576個可能性 即是你的辦法由AAA 去到AAB AAC 去到ZZZZ 總共17576個 大家是否明白在計算什麼 如果你不明白便請你舉手 有問題 三個bit 不是三個bit 是三個letter 三個letter 就會有1分之這個數的機會 沒錯 鄧浩然 如果我們真的只有1萬7千多次 你覺得這個時間長還是短呢? 如果以我來說 其實就一點都不難 以陳柏峰來說是一難度 但對於電腦來說 其實一點都不難 沒錯 對電腦來說 現在的運算速度這麼高 如果它能夠有一個檔案 是已經下載了 下載了 下載了 又知道是用一個三個letter的密碼 保護著 其實它只需要再慢幾次 這慢幾次 就會撞完 一會兒就撞完 所以基本上 對於現在的電腦來說 真的得淡笑 是絕對不安全的 所以希望各位和我明白 就是一個短的密碼 是保護不到一個加速物的檔案 鄧志欣我看到你加入了 你明白嗎? 請舉手梁偉文 鄧志欣 邱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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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嗎? 還不是管機 對了 邱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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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這裡嗎? 如果在這裡的請舉手 溫信要留意我們的點名方法 OK 這是第二段 不是 這是第一段 認真地說 真的有人遲到 或者假裝開機 好了 我們到第二個了 這裡我們繼續做下去 繼續做下去 128B和256B 會相差多少一倍呢? 同學就說 256和128 就是乘了2 即是說 128是用1小時 256B就用2小時 慢著 不是2的256次方 除2的128 是2的256次方 除2的128次方 除2的128次方 同學會誤會這樣 以為256B和128B 只差了乘2 其實不是的 直覺上 如果答案出題目 一小時 於是這個就變成2小時 絕對不是這樣的 我們試一下計算數 如果你多了一個Bit的話 其實你是否要多了正義的時間 正義的倍數 如果多了兩個Bit 就是這樣 如果多了三個Bit 就是這樣 四個Bit 五個Bit 六個Bit 七個Bit 八個Bit 哇 時間是多了 多少呢 多了1024 這麼多的時間 多了1024倍 如果是10個Bit 各位同學明白嗎 多了10個Bit的話 你原本一個小時 現在就變成1024個小時 如果各位同學 你明白這個計算密碼 Proof Force Attack 暴力爆破 即是所有密碼都試了 多了10個Bit 時間就會多了1024倍 如果你明白這一點的請你舉些 有問題請發問 真心的有少少問題請你發問 比真心的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不太明白 我講到後面的就白費時間了 如果不清楚這個概念 你可以問一問 喂 阿sir 怎樣 再說多次 如果你128Bit 我們不知道 它用什麼電腦那麼厲害 一個小時能夠破解得到 那129個Bit要用多少 129個Bit的長度 不就是128個Bit做成二 所以就用了兩個小時 好 如果清楚明白 請舉手有問題請發問 周隔鋒你有什麼想問 我想問 我想問 怎樣可以舉手舉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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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跟我說 好 好 鄧志恩、邱志謙、熊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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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然後我們看看這條題目 我相信大家應該能夠明白 這條題目怎麼回答 為什麼256Bit和128Bit 你們真的要作答 要講解 究竟是否真的安全了 以及這條題目做完了之後 相信大家就會明白 什麼叫做 Blue Force Attack OK 這條題目 你們在考試的時候見得到 就清楚了 原來是要計數的 要測試所有的東西的 好了 第三條 第三條 其實我們是曾經討論過的 第三條 我們是曾經討論過的 是說有關這個網站 出了個Message 出來 大家看到這個Message 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你不要去 這是一個Warning Message 究竟你去還是不去 大家就看回之前那份筆記 大家有討論過 這裡我們就不多說了 第四條 第四條 這是一個簡化了 現實版本的題目 大家要小心 這是一個 你對著筆記 小心點 不要混亂了 就能做到的了 當然我會說回心法給你 就是 現在有兩對Key Pair 一個是Pictor 一個是Tom 當你作答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要小心 你要寫正確的人名 正確Public 還是Private 這個字眼 重要的是 寫完後面的Key 寫完後面的Key 是什麼 你寫齊三項 不要偷懶 其實你如果在家裡做 都可以複雜貼上 那你就貼上去 好了 Pictor Encrypt and send a file to Tom 好了 問題來了 如何思考這條題目呢 假設你未曾看筆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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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何思考這條題目呢 那關鍵詞 我上次講過了 究竟簽名 寄議 用Public 用哪個人呢 那關鍵地方 就是想 最後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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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人 或者是哪個人 才能做到那個步驟 要解密 就是由Tom去做 這樣就很簡單了 你就會知道解密方法 由Tom去做 那Tom會用哪個鍵去解密 你想通了 就知道回答第一條題目 第二條 Tom officially knowledge Peter 即是Tom正式回覆 Peter Tom本身已經收到Peter的檔案 這是正式的回覆 鄧浩然 我給你100元 鄧浩然就要做什麼 就要正式回覆我 我收到你100元 他這樣回覆了 我們就不用招數了 明白嗎 我還沒收到 好 所以鄧浩然就要簽法一件事 他這樣回覆了 我們就不用招數了 明白嗎 我還沒收到 所以鄧浩然需要簽法一件事 最後這一題很重要 最後這一題 他寫了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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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還未跟大家討論完畢 正是討論了計算的影響 有什麼方法能夠保障 這個題目的關鍵詞 USB Flash Memory USB Flash Memory 即是可以遺留 被人家撿走了 因為撿走了之後 好 我就用盡地球的電力 全人類的時間 來破解這個USB Flash Memory 那有什麼方法能夠保障 USB Flash Memory 裏面的數據 不被破解呢 留心一點 USB Flash Memory 遺失了 被人撿走了 人家已經撿走了 那個Memory 人家可以擁有了那個Memory OK 問題就是他如何不讓他破解呢 有沒有同學可以講一個方法出來呢 SIR 人家要破解 萬一試我阻止他去不了 好 他撿了幾次 試多幾次就形成了USB 是的 鄧導然 鄧導然 鄧導然你說什麼 鄧導然 一樣 沒錯 如果試多幾次 他就會形成 格式化了USB Flash Memory 小心的同學 他有時作得不好 作答得不好 我都不知道給分還是不給分 如果給分就很搞笑 不給分又好像不知怎樣 同學是這樣寫的 他說 After 其實是五次 After 5 times of failure The USB Flash Drive The USB Flash Drive will be destroyed 哇 你知道這條答案的寫法是有什麼問題嗎 Destroy 自爆程式啟動 Destroy Destroy 是不是physically Dest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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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套 Destroy Destroy 皆さん教士 測試 那有關 是你有關 0.5 這個文章就寫了,USB的電腦會被調整,所有檔案都會被採取,內容都會被採取 你這樣寫比你寫好 你那次? 哎呀,你做功課自己做得差 我要記下我的解釋才懂得做 格式化了它,對嗎? Data 會怎樣? 哎呀,我聞這些,慢慢撞,第五條 David 寫了一個程式去製作一個secret message 雖然我們在這裡做功課,但當我們重溫這個題目也很重要 大家不用說很心急,要學得清楚明白 這些題目一定會出的,OK? 你就一激即動,凡它出的,你都會取得足分 David 寫了個程式製作一個秘密 那就要跟你認真去計算 你記住這題目是中二級數學,rasal 它是課用的東西 你只需要寫下,在你的筆記上高 第五題是計算rasal 他說四個字長的,包括有什麼呢? If the key is four characters long 四個字,四個字這樣長的 有十個digit,即是零至九 0至9 他就說了,0至9,四個digit 那就剩下兩秒去破解了 電腦,我們來計算一下,好嗎? 我們來計算一下 這個圖片有十個digit 即是說這個圖片有十個可能性 而這個圖片的長度有四個圖片 即是說 這個圖片有十個圖片 這個圖片有十個圖片有十個圖片 如果你要做Blue Force Attack 你就要把這十個圖片撞上一萬個圖片 而所需時間是兩秒 你先記下這個資料 然後看看rasal是怎樣計算 相信大家都很熟成rasal是怎樣計算 所以你記住一萬是相對於兩秒的時間 然後當它說要剩下一個secret message 要剩下一個secret message 然後用回這個程式 但它也是一個四個character long key 可以嗎? 都是四個character 但今次的combination是多少呢? 有十個digit 還有二十六個small letters 那究竟這裡怎樣計算呢? 剛才已經展示了原本的計算方法 你這裡再運算一次 然後計算分數 就會知道時間是多少 行不行? 那整份功課就講解了 有問題就慢慢研究一下 我們不在這裡討論 因為這個剛才也說完了 這一節的內容我們完畢 然後就準備進入SPA那裡 好,大家還有預表嗎? 預表我們轉換了 好,大家休息三十秒 或者如果你現在在這裡 請你舉舉手看看 那這份功課 大家做完了之後 都可以去WhatsApp群組裡 交功課的連結 上載你的檔案就可以了 好,接著我會先開聊天 那我就去這個地方跟大家去做 其實我的畫面經常看到 就是因為Zoom的Panel Zoom其實真的很方便 用這個舉手、說話的功能 但是它的Panel阻礙了我 那我的螢幕又小了 所以我現在就回到這裡 我們大家一起去聊天 我現在準備去 在聊天那裡 這個網址和大家做一樣的事情 我已經貼上了在上高 大家現在在桌上網上 然後就來了 來到之後 我們就來做一個事情 我們這個就是香港本地郵輪的網站 所以我會建議同學畫一隻郵輪 作為我們這個網站的標誌 我都不差的 好,這個畫完了 這樣就完成了沒有? 大家去了那個網站 然後不斷移動兩筆 這個不用做得太講究了 因為我昨天在那個 前天在說那個 SB 的時候 順帶說了這樣的事情 喂,有沒有說到 其實這個就在Synibus 裡面沒有提到的 不過不要緊的 大家懂得做的 要做多一件事 要做這件事 好了,畫了一個公仔之後 請你舉舉手看看 這個 icon會在哪裏呢? 你能看到上高這個公仔 大家可以留意 上高這裏有個 icon 有個飛 icon 然後我們將它下載 下載前我們開始做SBA 下載前我們開始做SBA 我們希望會一版 我再說一次 不是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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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一版 好了,在這裏 我估計你們 跟我現在這個結構都類似的 大家去回家的電腦 如果要穿著你平時 上次做網站的手指上高 你會有一堆檔案 在這裏 對嗎? 是吧? 大家準備好 我們去做SBA 今天跟你做Start-up 在你桌上的手指上 去回到你之前 你一向做了這麼多的項目的項目 那裏 你應該跟我現在一樣的 是吧? 我要確保各位同學 能夠起步得到 速度快慢不是問題 最重要你能夠起步順利 否則的話 你說交不得到的話 你又投行 我又投行 行不行? 那沒理由不等你去交分數 今年考評局 已經是在去年 在這裏 我告訴你 你們已經做了八成了 現在只需要貼膠水 將你之前做過的TASK 組成LEGO 貼在一起 這樣就能夠交到 當然裏面的內容 換一換裏面的圖片文字 這樣就行了 好了 講到這裏 大家打開了 去到這個資料夾的位置 請你舉起手錶給我看 好 因為大家要上載出去的檔案 我已經講到明白了 是在你的帳戶下 要開一個資料夾 它就是SBA 世界 不要玩東西 大家有世界 只是世界好了 SBA 好 大家進來 我不會做到一些事 一模一樣 大家能夠跟得到 否則 大家交過來的SBA 就會分分都一樣 我們只能夠做一個 叫做 GUIDE TASK 即是說 我會講出製作方法 和我做的東西 一定是不會完整的 裏面的東西 都要靠大家 去自己修改一點 許宅耀在這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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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宅耀在這裏 許宅耀在這裏 請你舉手 你會把資料交過來 我們不要做 我們已經說了 我們已經說了 我們會製作一些地方 去擺放我們的材料 那在你的檔案裏面 有一些 每一版裏面 應該是開回每一版的資料夾 但是 對於我們首頁來說 它本身就直接的INDEX 就是在這裏 還有一些圖像 就好像哪些呢 好像你的Navigation Manual 又好像你的INDEX裡面用的東西 又好像Fair Icon 是每一版都會用得著的圖案來的 所以 我們會在這裏 會開個資料夾 去擺放一些 我們每一版都用的東西 每一版都用的東西 而Fair Icon 本身 是因為這個瀏覽器 需要它會自動地 在你的網站拿出來 擺出來看的 所以你的Fair Icon 是說了 一定要跟進去INDEX 那個位置 來的儲存 是不能選擇的 不要改了 所以現在請大家按download 將它下載下來 一個ICO檔 然後將這個ICO檔 把它貼在哪裏呢 貼在這個位置 這個名字 就是叫做這個名字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說過 阿sir 我們有一個responsive的網站 我不會整齊它的 我不會整齊它的 不過我會做什麼呢 我會試一下幫大家 啟動呢 去製造得到 做回效果出來 先 我會將這個120 Task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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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將你們Task120 那份功課 就複製 然後在SB 裡面貼上 貼上了之後 記住的名字 叫做Indestim.htm 阿sir 我打開這個錯的 其實錯了 沒有了那些相片 其實這個結構是正確的 你裏面所寫的東西 絕大部份都是正確的 你只會沒有了這個firmnails 沒有了這些相片 而且這些相片 都不是我們再用的東西 那你先貼上了 我們在上高 慢慢改到 正確用了為止 不用心急 我們先做到這一步 我會停在這裏等待大家 在Task120 那裡抄過來 沒錯 Task120 那個Index 到那裡抄過來就可以了 好 如果你得到的 準備好了 請舉手 得到之後 你怎樣能夠加入 你的firmnails 我會把一句說話 放到聊天那裡 我會把這句說話放到聊天那裡 我會先開聊天 等一下 我會把這句說話放到聊天那裡 我會把這句說話放到聊天那裡 我們現在就是這個SPA的Index 即是你的首頁 這個就是你的首頁 交功課的首頁 right click 我們開始編輯它 裡面的東西不用搞 不用動 什麼都不用這麼心急 行不行 不用這麼心急 我們現在呢 放回你的firmnails 可以看到 好了 這是一個responsive的設計 在聊天那句 記得 都是放在hack那裡 你一看他的樣子就知道 放在裡面的hack 放在hack那裡 好 然後把它儲存 我們不用上載 你做功課的時候 你只需要 立即在這裡 double click 你看到 你看到 這裡有一隻船出現了 你看到嗎 喂 你看到 你就成功做了這件事 我們只需要 小心點 去打下第一句說話 你就能夠見到 船仔的出現 你們不用畫得很漂亮的 可以做下去 這個是因為前天所說了 今天我講回製作方法 好 成功做到這裡 當熱身的 我們很久沒有寫過網頁了 都有 過幾兩個月時間了 所以不用急 確保大家start up 起步 能夠成功改得到 到這裡 看到一隻船仔在首頁 請你舉舉手音問題請發問 好 阿Sir 你的飛行圖是放在畫面 還是放在外面 不是啊 放在這裡 我現在來到這裡 我現在來到這裡 放在這個位置 好 接著第二件事我們會改的 我們呢 我們呢 因為上一次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的 大家呢 是需要有一個 Consistent style 會一版 所以這件事 你基本上是 不會走得掉的 就是哪件事呢 就是我們一定會用回 CSS 我們一定會用回 CSS 對不對 所以請大家 開一個資料夾 是專門儲存這個 CSS 開定一個資料夾 專門儲存CSS OK 你們以前也曾經做過 TASK090 都是專門儲存CSS 阿Sir 那這個CSS 我們應該放些什麼 進去裡面 我們一起來 大家重溫一個 你們以前曾經成立的 就是W3Schools 我們這一個不是抄襲 我們這一個是 用回網上高的資源去做 我們不是抄襲 我們是運用回 它那個東西 是Open Source 好 我們來這裡 在這裡裡面 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下載回 原因為什麼要下載 因為你用了這個版本 去做你的功課 為了避免第二天改變的時候 甚至乎有人會抽樣檢查 人家或是會離線去改 你這份SBA 於是乎你所有東西都已經抄襲 你就不需要再上網 而且也能確保到 就算改變版本 更新了 不同版本 不知道什麼原因 在這個網站 水高的CSS 已經改了連結 你都能夠一早下載 在這裡 你都能夠繼續使用 所以大家 請你們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加上這句 我們就不要用這句 我們是將它下載 然後將那句 改變成這件事 我們跟著的步驟一起做 我們現在先下載它 在這裡按個按鈕 我建議你怎樣按呢 就不是這樣按 一大閘文字 當然不是這樣 而是在這裡按右鍵 右鍵 記住 右鍵 按下載它 如果你就這樣打開它 只不過有很多文字 可以看到它在網上 所以你應該將它 是W3School的intro還是home W3School裡面的 W3.css 在裡面w3.css 的 home 拉低一點點 你會見到這裡有一條 link 的 你就來了這條 link 這裡 它就會有一條 link 給你下載的 你就用 right click 的方法按 save link as 我們確保大家同學能夠安全上路 start up 得到 起動到 那你的 SP 就會安全做 我們現在這裡做的基本事 其實大家都認識的 不過要花點時間去摸 花點時間去摸 或者對部份同學來說 會造成困擾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不如慢慢來 我們有的視時間 最重要是你能夠做得到安心 還有 只要大家能夠順利做了這個 SBA 你們就無後顧之憂 開了學的時候 就能夠全程去做 past paper 和溫習 就不用再被這件事卡住了 明白嗎 明白 先將它儲存了 儲存了之後 於是你就不會再寫這句了 這句是說 回到網站那裏看 這句是 online 才用到的 我們如果儲存了 我們就用這句來改少許了 用這句來改少許了 將這句複製 將這句複製 接著在這裏怎樣做呢 在這裏貼上 這句還用不用 這句是用了一個網上估計版本不用的 好了 貼上了之後 還有東西要改的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 CSS 用很整齊 我有一個好的 file organization 的示範 就是 CSS 檔 就放在這個 CSS 的資料夾的裏面 看到沒有 那你就不會外面那麼大堆東西 這樣阻礙了 所以我會在這個 path 上 會說清楚 這個 W 3 多 CSS 是你 under 了這個 path 好 講到這裏的 你能夠順利跟得到 做到這一下子 請你舉舉手看下 我們因為已經換了 已經換了 CSS 的寫法 如果你錯了的話 你就不能夠成功輪到這個檔案 我再示範一下這句 我先示範一下 如果你現在重新的話 你會死掉 這些東西會全部消失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做錯了 連結沒有 CSS 就會死掉了 好 那個字是這樣的 好 我試試 特意打錯了 我特意打錯了 我特意打錯了 我看到了 然後重新整理 喂 阿Sir 什麼事發生 因為你的 CSS 不能夠成功連上了 那你之前做的 responsive design 裡面的項目和 layout 全部都會失效了 所以你看到畫面 如果死掉了 即是證明你這個位置 你是沒有下載的 那個 path 弄錯了 一大堆的東西 如果成功像我現在這樣的話 你應該重新整理 會見到這件事出現的 好了 我現在停在這裏 能夠成功得到的 請你舉手有問題請發問 溫俊耀可以問了 我想問這個CSS是APS檔 是嗎 CSS是甚麼 你可否把檔案給我看 CSS是這句 即是下載的CSS 下載的CSS檔 下載的CSS檔 就是一個 我現在把它存在CSS檔裡 下載的就是這個 你現在才叫你下載的CSS檔 是不是叫你下載的CSS檔 是否叫你下載的CSS檔 你下載的CSS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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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現在在CSS檔 你下載的CSS檔 所以我錯了 不要這樣說 你不明白 你只是誤會了 你下載的CSS檔 下載的CSS檔 是超連結 你留意下 網上寫著ASP 它只不過是超連結 去另一個網站 在下面寫著ASP 一定不是CSS 是另一個網頁 在這裡的時候 你再看超連結 按 按 好 右按 Save Link As 我知道 現在按不了 好 最關鍵的地方 我們真的不要急 一個個同學做到 你做不到 你會有些少許 各位同學 你會有些少許 惆怨的感覺 你說我遲些看錄影 其實都是不 要花你時間 不如有問題 現在老老實實說 我們一齊解決了 我們今天不是預料 你要完成整個SVA 今天是預料 能夠起動得到 而且知道了方法 那你就會很定 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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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嗎 我會講幾個關鍵的位置給大家聽 如果你聽不到關鍵的位置 真的很困難 你一明白了 那就很容易 好 到這裡之後 我繼續講下去 剛才所講的 我們最關鍵是 你起動了 能夠見到這個Menu的出現 我們試一試 Menu縮小 真是responsive design 過了骨 好了 如果你不喜歡這款 不要緊 因為你已經過了骨 你已經明白了製作方法 如果你不喜歡這款 你想脫穎而出 有自己的Style 5C33號 你有自己的Style 你就會在這裡選擇 Responsive Sorry 找回那個 不是這裡 找回那個 Sciber 沒錯 你可以找回任何一個你喜歡的款式 左邊 右邊彈出來動畫 隱藏 滴滴滴滴滴滴 然後做的方法 只不過你還是把它複製貼上去 可以嗎 但是CSS 就用剛才我已經解決了 好 講到這裡 懂得做變通的 明白道理的 請你舉舉手 當然在這裡裡面的字 你要自己改回 改回什麼 那個Title 還是這個 你看回SPA Title 都不會是這個 是不是 裡面的 都不會是這三個字 這些純粹改蒙字 大家都懂得做 阿Sir 那裡面都不是看照片 不是看照片 你就把它改回到別的東西 這裡是第一版 這裡是第二版 這裡是第三版 全部已經寫好了 你按的時候就會有超連結 在這邊出現了 到時你自己改回就可以了 OK 阿Sir 的超連結 就是在哪裡 就是這裡 沒有東西的 上次交功課沒有東西 你今次交SPA 就可以有東西的 在這裡改改改 好 大家明不明白 這裡裡面 應該怎樣處理 這裡面的內容 如果你清楚明白 請你舉舉手 阿Sir 我不知道為什麼 跟著你打 之後 你是周甲峰 是嗎 是呀 沒錯 好 我們對幾件事 好嗎 我們對幾件事 好 你不行的 是在說哪件事不行 我改了一個 一開始我的TAS 102 是可以的 之後我下載了 我下載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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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連結轉了個 file 然後下載到CSS的檔案 之後我再把檔案的名字 補充了那個連結的位置 之後就不行了 即是你已經把W3多CSS 補充了在CSS這個資料夾裡面 沒錯 好 現在我做一件事 我現在做一件事 不過很少做 我不是很熟 我試試做一件事 行不行 我想你周甲峰 你可不可以分享這個畫面 是嗎 是不是不太方便 為什麼 可以 但是我現在 怎樣可以讓你去分享畫面 好 大家上去其他台 有沒有試過這樣做呢 是不是將它設為主持人 我主持好像不分享 你停了分享就行 我停了分享就行 好 謝謝 我停止就分享了 周甲峰你去分享吧 不是呀 主持人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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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 主持人按照片 周甲峰你有沒有分享 我有啊 但是你還是禁止了 主持人按照片 對 好 現在我設定到 我設定到 現在我設定到 攪一攪一攪 如果是這樣 先看看 設定到攪一攪 可以嗎 現在可以嗎 可以了 阿Sir 好 謝謝 好 看不看得到 現在看到了 是個CSS CSS 你這裡寫了 CSS W3.CSS 看得到 是 接著看你的資料夾的結構 SPA 有 這個CSS 有 W3.CSS 有 正確 阿鳳你試試撐一攪一攪一攪 好 我也有 我也有 這個不用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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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OK 我試試看 對了 哇 鄧老文好厲害 好足夠 我們和你的遊戲不同 阿Sir 回到檔案中 現在回到我分享 剛才鄧 周隔鋒的問題在哪裏 在這裏 各位同學都要小心 這裏基本做電腦同學裏面 做電腦科的學生裏面要留意一點 我們在檢視上 我會強烈建議大家取得這個副檔名 你取得這個副檔名 你取得這個副檔名 你真的會見到W3.CSS 而剛才鄧隔鋒的情況是甚麼 因為你沒有 你的mindset是用了一個 沒有取得副檔名 是平時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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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下載的時候 你就在這裏 按了甚麼 按了一個 我們就按了一個 Save Link As 的時候 好吧 Save Link As 你就自己引入 W3 然後手法從 CSS 然後 它自己再加到一個 .css 在裏面 但你下來當名 檔案總管 因為你沒有 看到那個副檔名 而你看到W3.css就以為你是對的 實際上當你取回副檔名的時候 你剛才的檔案就叫做W3.css.css 所以鄧浩文就會提到周鴿峰把這個第一個的 .css 即是剛才周鴿峰你的檔案是這樣 韋周鴿峰明白嗎? 好的 然後鄧浩文提到你這樣的時候 你就解決了一個難題了 其實這些只是小障礙而已 大家有經驗的 用電腦人記住要看副檔名 那你就會減少了很多這些意外的東西 意外出了意外 對,順帶提一提一件事給大家聽,好嗎? 順帶提一件事給大家聽,好嗎?好 你說好才行 有一個客客怎麼記呢? 如果客客寄一個這樣的檔案過來 或者是你的帳戶叫你快點打開的 請問大家會不會打開這個檔案? 請問如果你在電郵或任何地方下載了一個檔案過來 是這樣的一款的 請問你會不會打開這個檔案? 當然會的,有應用程式一定是很有用的,對吧? 謝謝你說了這麼長的反話 你當然不會了 但如果客客是將它這樣做過來 你就會想,PDF檔案很安全 但後面EXE怎麼會騙得到你呢? 所以,如果一般用電腦的人 又不是很留心這一點 然後關掉副檔案的名字 你就會看到PDF檔案了 是不是誤會了? 各位同學明白了嗎? 你這樣的誤會就真的有很大的誤會了 所以我會強烈建議 應該是打開副檔的名字來看的 行不行? 那你就會看得清清楚楚 這是一個什麼檔案來的 各位同學記著著副檔名字 既然這裡得到之後 我們準備要做第二個檔案 我做第二個檔案進來的時候 你就能夠正式起動成功了 好,在做第二個檔案進來之前 我們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最後找溫宗要幫忙了 是 麻煩各位同學 現在我們做中段的點名 請在這裡的同學請你舉手 我在這裡 好啊 我舉手 其實我很喜歡鄧道元你上課說話的 大家一來就好聽 我應該提供你參加的唱歌 就像陳百風那樣參加唱歌比賽 對 其實都不錯啊 唱得挺好聽的 是沒有解 麥政鋒、陳浩、邱智謙在這裡 我現在進入中段的點名 邱智謙、陳浩如果在這裡請舉手 我現在進入中段的點名 好 那溫宗要麻煩你幫我點名 舉手的同學 有十四位 那溫宗要麻煩你 你可不可以說哪幾個不在這裡 哪幾個不在這裡 哪幾個不在這裡 就 這裡就這樣看 陳浩和Marcus都不在這裡 然後 朱卓人 然後 然後 周圍 是 麻煩你 應該是 應該是 你幾個 好 朱卓人 莊浩為羅健行 是嗎 是 好 那陳浩和邱智謙 好 麻煩你 好 然後我們繼續來 然後到下面的起動 讓你想像中有一點點困難 真的讓你想像中有一點點困難 我講了那個難位在哪裏呢 你就會清楚明白 好 然後我們去這裡 好 好 一來就是這個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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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去Task170 將你做到那份功課的答案 Task170 Task170 這份功課的答案 我們不需要修改任何東西 我們先建造款 將它複製 好 然後在哪裏貼上 小心 其實Task170 我會在這裏貼上 然後改一改名 當然不要叫做Task170 這麼老套 你還叫做Task170 即是傻的 我們就用一個簡單點的名字 就可以了 換一個來叫booking 好了 阿Sir 有個問題問 為什麼 為什麼 不將這個booking 放在一個資料架 叫做booking 裏面呢 我現在做Task170 我不會做所有版的 我做完這些版就不再做的 如果不是的話 就等於我幫你做一個SBA 這樣是不正確的 亦都不是可行 亦都不容許的事情 我的guided task 只是引導大家 去做一個SBA 你要做很多版 我只是引導你start up 做到這個位置就要停下 大家明白了嗎 即是我有我的規矩 跟隨那個要求 但亦都不會不幫 去到這裏的時候 我會解釋個原因給你聽 好沒有 好 你用現在的mindset的想法 就是什麼呢 我現在總共要做四版的 有登入、有註冊、有看片 有做很多版 每一版都會有些材料 可能是一些圖片、聲音、影片 你只要為那一版 製造一個資料夾 把材料放在這裏 但你那一版的HTM檔 我會強烈建議你 將它放在這一個位置 我會解釋給你聽 但這個解釋一定要透過做了少少東西 才能掌握得到明白 我現在進來的時候 仍然是看到的 好好的好的 但有個問題 問題就是 這一版怎麼吃回來 這一版的裏面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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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版本身 每一版本身的樣子 都應該是一致的 你同意嗎 每一版本身的樣子都一定是一致的 好 我試一下在這裏改一改它 這是剛才的index 我現在就想改booking 如果成功的話 我就會booking.htm 大家同不同意這句寫法 booking.htm ok ok 我改了上高那裏 好了 接著我們看一看 原本這裏 有些這樣的東西 澳門有一大堆相片 很明顯地 我們是不會 是不會 是不會 再做這件事的 那你看清楚 究竟 你那個 Responsive Web Design 的主要內容 是在哪裏呢 我們現在還在做這版的index 這裏 各位千萬要跟隨這個步驟 這裏是最令到的 你可否再示範一次 剛才做了些甚麼 剛才做了些事 我現在正在編輯 index.htm的檔案 我剛才改了其中一個超連結 改了做booking.htm 行不行 當你改了這個時候 當你改了這個時候 不要動 當你改了這個時候 你其實 你重新整理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booking 有過這樣的東西 你看 你按的時候 是否來到這裏 對 我給大家和我試一下 我其實只是改了一句 booking 變成booking.htm 而你的booking.htm 其實你那份功課 改了名字 叫booking.htm 行不行 亦都為了這版 開了一個資料夾 叫booking 如果這個版裏面 有圖片 有甚麼東西 我們不要和其他版 混亂 是要放在這個資料夾 清清楚這個結構 我認真的 我們今天要啟動 你就一定要啟動到做一版 你後面那麼多版 用回相同的方法 就能夠做得到 但你要明白 為何我會建議你這個做法 第一是有系統 第二是乾淨利落分類 行不行 第三是有苦衷的 一會兒我會講解一下 好 但你們現在跟得到 這個步驟 我清楚明白 我正在做甚麼 請你舉手 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你能夠 最少懂得到 這個超連結 你能夠成功得到 出到一個效果 就是能夠按下 去回定位 請你舉手給我看 熊子諾 其實在你的Responsive Web Design 你們已經做過這份功課 不過可能因為時間太久 慢慢淡忘了 那我和你重溫一下 在你的Responsive Web Design 第一段的DIV 就是你左手邊的Side Bar 當然如果你不選左手邊 選右手邊 你也可以選擇 W3.school 那裏看回你的Ten page 再回來再改 但是在我這個例子 左手邊 這個是Side Bar 而阿Sir 你剛才看到 這一座的內容是甚麼 就是右手邊的東西 右手邊的這個 W3 main 它是一個W3 CSS 上的設計 就是Side Bar要放在這個位 主內容要放在Main 跟進來做一點點 如果這個主內容 一樣想保留一個Title 你可能這裏就會改成 Booking 但是下方未必會看照片 下方未必會看照片 你就會把這些東西 小心delete 這裏我驗釘了 看得很清楚 或者你用這個Look 看得很清楚 就是從31句開始 到第68句 就是這個DIV 所以我説 就算寫東西 有個現釘也會幫助你 就算你沒有這個現釘 你用這個Look Pet++ 如果你的HTML正確 這個就是開始 這個就是結束 看到了嗎 即是說你可以在這裏很方便地 Dot Sorry 你很方便地 在這一個地方 你可以將成變的東西 你將它 Begin and Select 你真的選了31至68 然後刪除了它 Sorry 我們選擇31 剛才的這個 去到68 我們刪除了它 那你現在在這裏 就應該把它儲存 你應該成功的話 會看回你這個 然後呢 Main DIV 裡面只剩下一個 booking 這個title 在這裏 變成這樣 是 你成功改了這個title 下面是空白的 你舉舉手給我看 舉手 搞定了 好 其他同學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開始了 鄧導演真的說得很好 於是乎 我們看一看 這個SPA 裡面 剛剛有個booking 這一版 我們又拿這個 NotePad++ 來整理一下 喂 Sir 裡面 是有這一堆的東西 那你要做的是什麼呢 你就要改這個booking 這個booking 是你們交功課過來 已經是一個work了的東西 對嗎 好 你跟我一起去做 你跟我一起去做 有兩種的改法 第一種改法 就是 你將這裏的東西 因為每一版 要是相同 以下這段說話 聽得很小心 我當作SPA 做了八版 那你即是說 有八版 是什麼呢 有booking sign in not in about 或者諸如此類的 slide show 這些是八版 但這八版的menu 要是一致的 八版內容可以不同 但是八版的menu 也是一致的 所以 聽著 有兩個的取向 第一個取向 這裏就是你的menu 我先把你的menu做美麗了 先把你的menu做美麗了 阿Sir 你的menu要怎樣做美麗了 改好這些東西 改好一些顏色 改好一些顏色 改好用哪個sidebar 這裏的標題是用這樣的款 還是不是這樣的款 行不行 你真的改好了 第一個做法 就是 你將這些東西複製 然後貼上過來這邊 你不要再用這裏的句子 因為這裏已經有了 。type HTML 已經有了 你將它貼上來的時候 就取代了這些 但這些要用的 一定要保留 第二種做法 就反過來 第二種做法 就反過來 就是先不要做一個booking 就是把這個booking 改了名字 改了名字 然後就是用 然後 就把你的index 複製 貼上 把它製造 一種做booking 哈? 我想問問問你 現在你的index 貼上變成booking 那個booking和index 是否一樣 有相同的menu,相同的style,所有東西都相同 只是內容流空白了 於是你就編輯這個booking的檔案 於是你就編輯這個booking的檔案 編輯方法是怎樣 就是把原本你的功課的答案 有用的東西在這裡複製,然後在這裡貼上 然後這個是你的body的主內容 你就在這裡複製,然後在這裡貼上 我們試一次這個方法又如何,好嗎? 阿Sir,在這裡我給他正常多了一段這樣的style 是,這段style你一定會用的 所以我會在這個booking裡貼上 我現在示範給你看看,你看清楚 我把你的功課裡面獨一無二用的style 別的沒有用到的 我把它放進去 然後在你裡面 阿Sir,裡面有一個主內容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裡面主內不會用到的東西 有一個DIV 有一個DIV 我又試試行不行 有一個script 小心點把它複製 在哪裡開始? 這個就是複製 一個DIV 師傅,我想問你發生什麼事 現在我將你的功課的body 把它貼上去 你在製作出來的主網頁裡面 我會在這裡貼上去 然後把它儲存 真的嗎? 沒錯 將整個功課的東西 只放在你的主內容裡面 然後我們再檢查一下 成不成功 你就可以把這個booking抄襲過來 我們的啟動方法 阿Sir,你需要把什麼抄襲到body裡? 我會再說一次 你待會再示範一下 按按鈕 可以嗎? 這個就是原本的menu 我會叫大家做帥仔 所有東西 如果你的menu按過來booking 你看到現在這個booking 成功出現了在這裡 對吧? 為什麼這個booking的浪 成功出現在這裡 你一定要清楚明白 就是那個index檔案 本身的結構是怎樣 我再進來編輯 剛才錯過了 不要緊 現在再聽清楚 還有你開啟咪 我會建議你開啟咪 有問題的 在現在要即時發問 不要讓我先說完 好嗎? 第一件事 我改了的是什麼呢? 我們的SP 的要求 其中一個 就是有一個 Consistent 的 style Consistent 的 navigation menu 是所有版都會出現的 大家同意嗎? 是 你有問題要問 你不要不問 是的 大家開啟咪說 讓我聽聽你的 feedback 好嗎? 是 我讓你舉手 是 如果我講到大結局 才會說 回頭說這裡 就沒有效率了 是 好 謝謝 好 大家會先改這個 menu 我就當你現在改靚仔了去 為什麼改靚仔了去呢? 譬如 老師,這裡有一版 有一版是被人 sign in log in 有一版是看 slide show 你就在這裡 就複製貼相 貼相 貼相 大家明白嗎? 我現在在這裏 做中一樣還有什麼 試哈哈 我貼了這麼多 因為要改變把蹟離印出來的版 只剩下這個標題,我們想一想 這個標題,你預約就寫booking,slides就寫sideshow,看影片就看影片 我也懂得改 如果你有五版,我這裡也是那五版,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你的index那一版是甚麼,是怎樣的 我這五版都是一樣的 裡面的內容只不過是把標題改了 你的index就是首頁,當然會說甚麼 Hong Kong Local Cruise 跟著我們一間郵輪服務瀏覽有限公司 歡迎各位遊客來香港維港遊,看海豚,看海星,海上看星星 你寫這些話給人們看 你首頁的內容會很豐富,在這個位置裡面寫了 代替你之前的十多張照片 大家明白嗎?這裏就是你擺真真正正內容的地方 333435就是你真真正正擺你的版內容的地方 這裏只不過是放一個標題 大家明白嗎?我現在這個首頁的結構是怎樣? 你清楚明白我講甚麼的舉收入問題,請發問一下 請發問一下 這裏只不過是要放一個標題的內容 如果我把現在這一版的複製貼上 是說看slide show 那這裏就是333435就是放一個slide show的內容 你明白這個概念的 我只是逐句問一下,請你舉手 有問題就要發問一下 其實成堂最關鍵就是這句 333435 如果是說slide show 就是放一個slide show的內容 其他的完全是一樣的 跟index 你明白了這一句完全一樣的 除了333435 是放一個slide show的內容 請你舉手 有問題就要發問 你不發問的話 你真的在心裏面發問 過了之後 你又是帶了時間 人不知道做甚麼 趁這個機會 人多一起討論會否好些 有人發問 現在10點50分 好,接著我們來看看 我剛才做的是甚麼呢 我剛才做的是 你剛才把那份功課 你那份功課 我找出的一件事是獨一無二 不是板板有的 是我份功課 booking的功課才會用著的 這個style 我已經把它複製了 我就貼上去 貼上去這裏 是我才有的 所以我把index 複製 然後貼上去booking 然後把功課裡 你讀一無二有的style 我就貼上去booking.htm 這個位置 記住 這個booking.htm 是怎樣的 是來自index 大家清楚明白的 請舉手 你說了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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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把index.htm 這個檔案 複製貼上 然後改名字 變成booking.htm 所以這個和這個完全一樣 你會見到這個menu 然後就把你那份功課裡的內容 開始搬過來 我發現這個style 是我讀一無二 所以我會把這個style 在booking.htm 這個位置 貼上去 否則你就能貼上 你的booking.htm 的格式 然後我就在這個booking.htm 去分個body 這個就是我原本主頁 用到的內容 我就把這個body.htm 全部複製 然後在這裡 我原本擺主內容的地方 剛才講解了 就是這裡 貼上你剛剛booking 那些功課的body裡面的內容 成功做起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 你如果在這個index.htm 你按booking 你那份功課就會在你那裡呈現了 好 講到這裡 我要輔助大家 你現在要startup的到做 最複雜就是做這一版 當然這裡是講了一個原理 原理就是 每一份功課 你要做的時候 你要為它開一個資料卡 放下一些圖片和相片 但那份功課 記住 檔案要放在外面這裡 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要留意 你們每一個檔案 都是來自這個index.htm 裡面 有一句relative link 已經講明白 在你的index檔 下一層 css裡面 有個 www.css 如果這個index.htm 裡面有icon 這裡是用icon的 用圖片的 你就會發現 你裡面所有的檔案 都會放在images裡面 可能你的menu本身 是有一個很漂亮的heading的公仔 不是只有字的 這裡有logo 這裡有公仔 對不對 你都會把它放在images裡面 於是你的relative link 是一定跟index.htm 要一樣的 你這些booking slide show sign in load in 是來自index.htm 複製貼上 裡面所有的relative link 都要用這個寫法 所以 所以 這句你聽清楚了 所以 因為你的檔案 是跟index.htm 複製貼上出來的 去裡面的relative link 去回css 去回你們common用的images 是一樣 都是跟index.htm 一樣的relative link 所以迫著你們複製的檔案 一定要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就是這個位置 反正的話 如果你把booking.htm 放在booking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你的relative link 就會錯了 就不能夠再拿回css 就不能夠再拿回vicon 但我講到這裡 好 是有一點複雜 你或者需要看錄影 可以重溫的 但是 你能夠跟得到金堂 做到第一版 後面那幾版 是按照版主要換 好了 現在你記住 你的用途 就是重溫一次 看清楚 如何做到一份功課 放到index.htm 最後總結 就是要改這個超連結 以及要改33 34 35 這幾行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講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我們都一定要下課 因為接下來有其他課 但你都希望能夠發問多幾句 簡短的問題 好嗎 有問題的 你可以現在可以開咪發問的 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舉手 我們準備點名的 有問題 快點開咪發問 我們時間很有限 因為準備要上下一課 許質耀 你開了什麼 有什麼想問呢 沒有 我可以 好 好 熊子樂 溫俊耀 邱志謙 陳豪 有沒有在這個時間發問 如果沒有的話 請你舉手 我們現在正在做落堂點名 目的是看有沒有人早退 邱志謙在嗎 熊子樂在嗎 請舉手 好 好 最後再說一句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這個SV 什麼時候做呢 其實我們是有有限的時間去做的 我們這麼多屆 一般來說 都是給一個Cycle 的時間去做的 因為 我們現在都是在這個艱難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不要用一個Cycle 大家都很久都沒有休息過了 我們給大家長一點時間 你用回大約一天時間去做一版 其實最困難是做第一版 你第一版做到之後 你就很心安理得 其他第二第三版 只不過是將它黏上 改了一點內容 你用一天的時間去做一版 你最多呢 最多你都是做六七版 其實它需要一天時間做一版 你明白了第一版 你成功做到 實際上的操作時間 大概是一小時之內 你就已經可以做一版 憑經驗所說 一天起兩天 你就已經做完整份的SVA 但是始終現在都是艱難的時間 所以我會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會在八月中 八月中的時間 我會再聯絡大家 再聯絡大家 確保大家的起動沒有問題 進度是順利 我會問大家做成什麼 實際上我們會在開學前 你就要將你的SVA完成 我就會改了 我會在開學前會講的 所以交的時間 你預算是八月十五號 八月十五號 到時我會看情況 會延期 但是最多都不會延期 去到開學的時間 因為開學我們要專心回來 立即上課 去追求SVA的課程內容 還有要計算多些平時分 測驗 確保大家萬一 DSE是考不成的話 考評局就要求我們 用校內分數做評估 代替了你DSE的成績 所以為大家好 我們開學會常常有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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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就是可能隨時代替了SVA 大家預計了 我們現在初定的時間是八月十五號 八月十五號交這份SVA 大家清楚明白嗎 怎樣交 在你那份前就有說到 要上載到你的網站 行不行 行行行 我改是會在米天網站那裏改的 還有做完之後 你要將它sip了 變成一個檔案 上載到Google Drive 那裏留下一個copy 可以離線看得到 因為考評局抽樣檢查 是不是真的做了 我要上載這些檔案過去 OK 大家清楚明白了嗎 好 那再麻煩你再點名 麻煩你點名 舉手的同學 就是他現在在這裡 OK 嗯 好 大家可以離開課室了 那 那麻煩你發送到WhatsApp群組 好 好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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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